一名神父被发现用地毯包住扔在一所小学的停车场里 警员检查了一下尸体 初步判断被害人死于颈动脉被切断 神父的车就停在旁边 警员在车后座上找到了血迹 应该是凶手把神父放到车后座上运到了这里 这时候波普来到现场 他让警员们尽快把尸体转移 因为已经到了上学的时间 不能让孩子们看到 而当警员提出想要去神父的房间进行调查的时候 泰勒警长告诉警员他们要等教会的档案保管员 收集完神父的日记和文件后再进去调查 开什么玩笑 东西都搬走了那还调查个啥 可为了维系洛杉矶警局和主教教区的关系 所以波普决定暂时先同意大主教的要求 于是警员只能打电话给请假在家照顾父亲的布兰达 把波普的决定告诉他 可布兰达怎么可能允许别人拿走他的物证 于是他风速赶到了教堂 趁波普忙着跟大主教聊天 他跟警员一起偷偷溜了警局 当他试图把档案保管员收集到的资料 作为物证拿回警局的时候 不出所料地遭到了抵抗 于是他控制住档案保管员 之后又对宿舍管理员进行了问话 布兰达问你最后一次见到亚当神父是什么时候 管理员说凌晨两点左右 他出去坐灵中祈祷了 布兰达问他去哪里了 于是管理员把登记的地址给了布兰达 就在这个时候 波普来到了房间 他对布兰达擅自闯进来调查的行为非常不满 还命令布兰达立刻离开这里 管理员提供的地址 警员在卧室里发现了铺过地毯的痕迹 大体测量了一下尺寸 应该就是用来包裹亚当神父尸体的那块 警员还在抽屉里找到了一条女孩的裙子 而衣柜里也贴满了偷拍的女孩照片 就在这时警员从房东那里拿来了租赁合同 而他发现这间公寓 竟是亚当神父自己租的 难道这里竟是亚当神父为了满足自己的奇怪癖好 而偷偷搞出来的秘密基地吗 可令布兰达不理解的是 公寓里竟没有亚当神父的任何指纹 抽屉里的女孩裙子上也没找到他的DNA 如果她经常来这里 那不可能一点痕迹都没有的 与此同时调查局去调查了一下照片上的几个女孩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这些女孩跟亚当神父几乎没有任何交集 并且心理学专家也分析了这些照片 不像是恋童体拍的 因为照片的目标太多太分散了 第二天警员告诉布兰达 虽然公寓已经被人刻意地清理过 但他们还是在两处地方找到了亚当神父的指纹 一个是在旅行碑上 另一个在卧室找到的照相机的快门上 这就奇怪了 一个会小心翼翼清理掉所有痕迹的人 怎么会在这么明显的地方留下指纹呢 据宿舍管理员说案发当晚有个叫汉林的医生 给亚当神父打过电话 之后他就出去了 但警员查了整个洛杉矶登记再测的医生 都没找到一个叫汉林的 难道这是两人之间的一个暗号 亚当神父其实认识这个打电话的人 可警员说在包裹亚当神父的那块地毯上 有橄榄油的残留物 应该是亚当神父带去的 因为他们给死者做临终祈祷的时候 需要把橄榄油涂在前额和手上做祝福 这样看来亚当神父又确实是去工作的 神秘的公寓 奇怪的照片 还有拿不到的日记 这个案子真是越来越错综复杂了 这时候布兰达突然想到警员曾告诉他 公寓里的那个照相机的时间一直显示不正确 于是他让警员把在公寓里发现的照片全部放大 他要知道这些照片都是在什么时候拍的 而很快警员就查到了线索 照片中有一张是两名女孩正在踢球 这场球赛发生在两周前的下午4点半到6点半之间 这个时间亚当神父正在另一所学校参加辩论 还有一张可以确定是星期五的中午拍下的 而每周五中午 亚当神父都会在教堂主持弥撒 所以这两张照片肯定不是他拍的 这时候警员把公寓管理员迈尔斯带来了警局 布兰达把亚当神父的照片给他看 他说不认识这个人 布兰达说可他租了你的公寓 迈尔斯说签合约的人不是他 布兰达问那他是在3月23日签约的吗 管理员说是的 之后布兰达就让警员带着迈尔斯去 把这间公寓之前所有的租客的名字都写下来 他们好一一合查 因为布兰达已经证明亚当神父的死跟恋同体没什么关系 那就是说有人想要通过这种手段抹黑他 或者是想要以这种方式转移警察的注意力 那么这个人很可能认识亚当神父 所以亚当神父的日记就显得很关键了 很可能上面会记载有关凶手的信息 于是波普带着雷德尔和泰勒警官一起跟约翰神父进行了谈判 他们希望可以借阅一下亚当神父的日记 可约翰神父坚决地拒绝了这个请求 于是波普说那我们就只能跟地检办公室申请一张搜查令了 鉴于教会有强大的影响力 我们会要求召集大陪审团 这些年教会跟大陪审团没少打交道吧 如果他们再看到那些小女孩的照片 约翰神父简直不敢相信 他们不是已经证明了亚当神父的清白了吗 怎么又把这些搬出来 可泰勒却说证据就是证据 不调查不代表它不存在 为了缓和关系 雷德尔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建议 他说我们只要一天的时间 日记可以一直在你的手里 这样就不算交给别人了